曾规的会长下午好 曾规的各位法师、老师、会员同学、观察员、各位朋友大家好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很高兴我们又能相聚在这里 来共同欣喜 愿我们能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今天我们接着上个星期的来学习 主要的内容的话 今天是我跟他取了一个题目 就是见解以及他的表达的结构模式 那么上个星期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复习了一下 然后在本来还安排了一个议论文解构的结构模式 上个星期没来的去学习 那么就今天我们作为第四个部分的内容 为什么我又加了铁面这三个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就是铁面把论文给了一个定义 有四个关键词 那么我们第一个就是见解 所以呢就是首先就是围绕着这个见解 我们去理解去逐步的认识 所以我就今天又加了这一些内容 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个缘解 就是我们中归的物相老师 他上个星期呢向他的老师请教 以及向我们会章请教 他布施了一些内容 那其中呢我也得到了喜法 所以今天呢我也对这个论文的核心是什么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体会理解 以及从这里我得到了一些喜法 那么我更进一步的去思索 思考这个见解和我们论文的核心 它之间的关系 以及我们要怎么样来表达 这呢都是我们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我只是没有用我们前面 大家听熟的那个问题意识啊 这样的一题来表达 但实际上说的内容是这个方面的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师给我们一句非常经意的话 就是说论是核心 就是论文的核心 我们想一下论文的核心是什么 那么就是论是核心 是焦点 是文章特有的格式 那这里的文章的话 我想可以理解就是说的论文 也就是说我们论文它特有的格式 上师在前面几次开示当中呢 也经常会提到这个格式 所以这里呢我也想就是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领会 因为我们说到格式的时候 很容易把它理解成 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个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些 参考文献啊就是一个比较狭义的这个内容里面吧 那么现在呢通过这几次的学习 以及对就是我们会长它的几次开示的整体的理解 那么这个格式其实可以更广义的更广义的来理解除了我们说的这种很规范的这样的一些格式内容之外 那么它本身这个论文它要是一种论 论文论文就要论 论就是论就是它的格式 你如果你一篇论文你没有形成你的一种论文 你没有形成你的一种论文 但是这里就是这一面的一个问题 那什么是论呢 因为这样说的话大家可能还是一片茫然 是吧问世核心那什么是论呢 什么来理解成论呢 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 那么有没有哪位同学哪位师傅同修来上麦说一下或者是打出来大家还记得吗 论文的四个关键词是什么 大家还记不记得 比如我们下面要一起来思考什么是论 那我们首先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学习的 非常棒 这个印证师傅把整个的这个建议写出来了 是的 好谢谢 谢谢两位 非常棒 那很准确 好 那么我们就围绕着这四个方面来理解 可以来理解 首先 那么这个呢是我自己根据我们的会长的这个刚才那个开示 写的那句话我自己把它串成了这样一句 根据我的理解我就说论即是自我见解的完美表达 因为我们前面说到了关键词这其中间解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论就是要把你自己的这个间解完美的表达出来 就是论 那么更具体的说一下 具体到几个部分 那就是你要以论文特有的结构模式发挥言词居住的魅力 达到说服的效果 这个就是论 也就是说我们论的话 你是要表达你的见解 而且呢 你要有你的论文的这种特有的这种方式来表达 还要发挥你的这个言词的就是他说服力 就是最终你要说服别人来同意你这个观点 同意你的见解 或者说你要让人觉得你说的有理赞同 那所以这里见解的话就是一篇论文的一个灵魂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见解 也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论解 我们提出的问题或者你的主张等等 他就是一篇论文的一个灵魂 我后面打了一个括号欢喜的心 因为我就想起来我们会长经常 就是很早以前就提倡我们四句话 大家应该都记得 只是我们在特别是为人要重视元气的时候 那四句话就是以欢喜的心微笑的脸柔和的语言高贵人家的动作来面对一切 那么这里面第一个就是欢喜的心 我今天就说一下就觉得这个我们见解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 你一个人你去接触别人的时候 那么你能不能给人一个很好的缘起 但就是说你这四个方面表现出来 但这个欢喜的心它是一个很本质最本质的东西 比如说我就想起来 现在比如说在上市身边的话 他在说我指出我的毛病 超次的时候 那即使我是笑着的 好像是笑脸 但如果我的心里进不服气 我没有接受 心里难受 我没有真正的欢喜的心 那么我做出来的那个笑脸 那个笑也是很尴尬 是很怪的笑 所以我们这个一篇论文的话 它也是如果说你没有 就是说你的这个见解不清新 你的问题不明确 你的这个你其他的 你的言词表达的多优美 你的结构多完整 那么你这篇文章 它也不会很有说服力 也不是一篇很完美的论文 这是我自己今天的一个体会 以及就是加上自己的以前的这种经历吧 好 那么既然这个见解这么重要 它怎么样来 怎么来形成一种见解呢 怎么样以及它怎么样表达呢 其实这个首先形成就是我们前面也经常提到的 就是研究动机和问题意识 你写一个论文的话 你首先是由你的研究动机形成你的一个问题 那它这个从哪里来呢 这个研究动机问题意识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说一般来说的话 可以说你我们去观察周围的现象 或者是去阅读等等 那么我们有可能是因为好奇 我们这个问题觉得很清晰我不懂 我想搞清楚 那么一念这种求知欲望 那你就可能去想去搞清楚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我们如果是作为学佛者 要想做佛子 真是佛所行 那么我们也有我们的使命 那出于这种 或者说你就经验发慈悲心 你看我们释迦摩尼佛他在做王族的时候 那么他也有很多那种 就是看到这个万物都有生有灭 看到这个大家的悲苦 那么他就发行一定要想去为了大家去寻求这个解脱之路 那么他这也是他的其中的一个东西 就很大的一个东西 我们写论文的话也是完全也有可能 尤其比如说出家的 我看以前举的例子 那么他就看到生团里面 大家如果是有规矩 基本规矩不遵守 然后不是搞烦恼 那么都是有害的 那么他想要怎么样去把这些改进啊 以及探讨这个戒律有什么作用啊等等 那么他也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神明感 他就会去研究 那还有很多时候呢 是因为我们继续要完成的任务 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继续要写论文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往往呢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的话 那么你就要去看别人的 这个呢也就 建设到这个文献探讨 前面我们也说到了 也有两位师傅都起出来过 这个为什么 这个文献探讨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在论文当中 要去写这样一个部分 文献分数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今后我还会专门拿一讲来 可能更详细的讲 今天只是这么提一下 就是你看我们 为了我们形成的 它至少其中有一个作用 就是我们为了形成我们自己的见解 为了找听 你清楚我们到底要想要 说一个什么问题 我们就听文章 那我们也要去读文献 要去看别人的文献去探讨 好那么这个如果是我们 要形成这一点见解的话 要自己的见解的话 你是 首先你有这么一念的想法 就前面上 这个想法就可以说 是我们的一个动机了 那么你要从动机转化 成为一个研究问题 那它这是一个过程 不是说你 哎我想了 我知道我想知道这个问题 那么你就真的 你就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问题 自己就有了某种 其实不是的 它是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就像上星期 真务师傅 他说的非常棒 就把所有的内容 这些都非常详细的 都跟我们分享了 而且他也提到了 找资料的这个作用重要 确实找资料很重要 所以我后面呢 就是补充了一个 你找资料的时候 你还要带着问题去找 我这里就是用了一个比喻 我就想了一个比喻 你比如说我们建房子 那么它都需要水泥啊 木屋啊 钢筋啊 石头啊 三瓦啊等等 这些材料都需要 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 只是把这些材料搬回来 我们就可以建房子了吗 其实我们建房子 之前我们都要做的是什么 肯定都是有设计组 而且首先你是 到底你是要建 股机部 你还是要建办公楼 还是要建 区域房 商品房 是什么 是吧 你的首先呢 你的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是明确的 然后根据你这个目标 你再去找回你的材料 再去把你的金水 你要多少 目标要多少 再去根据这个目标来 把材料搬回来 所以我们也是 如果说我们 没有一点点问题意识 就是就去这样 就是去这样去找资料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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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公办 是被公办 就是做了 很多次 花了很多时间 但是你最后的成果 是很小的 所以呢 我们前面呢 是最好要有 一些问题 你自己 再去看文件 看别人的资料 看别人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的问题 也渐渐的清醒起来 要经过一个反复的探索 等你去 你去搜索阅读 然后整理 形成你自己的问题 其实这个也就是说 形成你自己的见解 好 如果你大致的见解 形成之后 那么你就 那就是要开始 要把它表达出来 在这个地方呢 我也想是 跟大家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说这个 研究动机和问题 那么它在可能 学位论文里面 像台湾的这个 它是很明确的规定 一定要作为一章 或者是作为一节 把它这样写出来 不过呢 其实在一般的 七一刊的学术论文里面 一般是没有这样的 一个要求 它不一定说 你要明确的 要拿一些 要有这几个评点 一定要这里 我是研究动机 什么什么 不一定很这样 明确的表达 但是呢 因为就是前面说到 它你要形成你的见解 你肯定背后 都有你的动机 有你的问题 是的 所以它是自然而然 就会渗透在你的行文当中 就会在你的文章当中 去表达出来 所以这里呢 我就用我自身的一个例子 来给大家实际的感受一下 我首先就是说明一下 我自己 因为这不就是上次 会长交给我们的任务 那么我当时 确实非常惭愧 我之前写淘导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不认真 就是应付 我就是为了完成任务 而完成任务 所以我就随便写了这个 写了几句 就很快就把它拼出来了 所以就是这是草稿 本来是不能够拿出来见人的 但是为了让大家学习领会 这个怎么叫有 这个意思 以及它是在文章当中 怎么体现的 那么我就通过我的草稿和后面的最后提交的这个对比一下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有实际的享受 找到一点点感觉 这是我一开始写的一个废稿 你看我的影片都非常的短 很简单 大家的也很重要 我就是 贪至迷于是佛教中 广为人知的五种烦恼 其中的贪是根本 古大德曾指出 诸苦信从贪义起 从苦至今 大量的经论中都涉及到了贪 那么佛教中所说的 贪 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本文首先 根据佛教经典确定其定义的作用 然后用身边的事例来进入产民餐的含义 分析餐对我们的影响 最后去终结 那么这种呢 看起来好像 我也想做什么 但是就是很平常 每一个 我为什么要去研究它 为什么要去 搞清楚这个餐的意思 是吧 大家是不是从这些话里面 就看不出我有什么东西 我有什么这个问题意识在里面 只是就是我把这几个问题 我就是告诉大家 哦我要告诉 我这些文章就是告诉大家 它是什么意思 然后它会带来什么 给我们带来什么有什么作用 只是这样 就是请不继续地说一下 汇报一下 就很难提出 后面还有什么动机 其很明显的问题意识在里面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 这支旗书改稿之后 那么我就写得更多一下 有没有同学想上来 或者是帮我组一下 好 谢谢小学同学 谢谢小学同学 好 那就我就上麦 请上麦 谢谢 珍贵的会上 下午好 各位老师 同学 下午几下 好 感恩 珍贵的老师 为我们提供真学习平台 和智慧 语言的读送 一前言 论坛这篇论文的前言 好 谢谢 人们一般认为 人生在世 有很多乐事 好吃的 好喝的 好看的 好玩的 好名声 好地位 对这些好事 大家都 喜欢向往 追求不惜 人们不断地感受着 如愿以偿时的满足 喜悦 或者愿望 没满足时的失忆 痛苦 尽管有苦相伴 人们恩然执着 认为追求真心乐 是重要的 是理所应当的 甚至是 人活在这世上 活在这个世上 最重要的意义 反论 但事实上 最后的结果 真的是乐吗 很少有人 停下追逐的脚步 反思 这些追求 是否真是好事 是否真正得到了乐 早感觉 贪身符 究竟带来的是什么 很少有人去仔细品贵和分析 表面的一点乐 背后隐藏着什么 那么在佛教中 是怎么看待这个贪的呢 贪与称痴漫移 被列为佛教中的五大烦恼 其中的贪烦恼 是其余四种烦恼的根本 诸苦所应贪欲为衡 妙法连环经缺而终 诸苦竟从贪欲起 中风国师 同古自今 大量的经论证 都涉及到了贪 那么到底什么是贪 贪有什么作用 会怎样影响人们的造作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我们贪吃喝玩乐的时候 我们的感受是好是乐啊 我们的感受是好是乐啊 为什么说贪欲是苦本呢 等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时 首先探究和确定贪的定义 特别是贪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其次进一步分析这些核心内涵 作用在我们的牲口意上 会将我们引致何方 最后得出结论 贪不是真正的乐 而是必定的苦 本并非对汤的全面论述 而是特别选取了汤的核心内涵 及其作用是个点来研究 目的是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 能对汤必定是苦的本质 有深入的认识 对那些不容易觉察的贪欲 有更清晰的认识 为有志于降服汤烦恼 和究竟乐的求道者 提供理论参考 本文的认证除了以佛教经典 为依据之外 也励不尽可能地利用我们生活中的事例来说明 好 感恩老师 我翻版 好 谢谢小菊同修 精彩的满足 非常动听 清晰 我想大家 就是通过这个对比 已经有机会了吧 这个反论是我自己在认识的 也就是说在后面修改之后 是那么 我是从什么样 为什么我要写这篇论文 我写这篇论文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都比较清楚了 而且就是 从这里的话 就是一个一般人都这么认为 他可以说是 我跟我的后面要提出来的见解是一种反论 那么其实我是要 我虽然没有直接去驳导他 但是就是说我要提出我的这个论点 提出我的最后的结论是 贪它不是真正的乐 而是毕竟的苦 然后呢 我就要围绕着我的这个论点 我的这个见点 我要去证明 为什么他们不是真正的乐 而是毕竟的苦 那么这就是我这篇论文的 后面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里呢 就是当然这个 是整个前沿 它里面后面还有一些内容 那今后就是我们的文献中处啊 以及后面的表达都有关 今天呢 我就不细讲那些了 我们就说大家体会 可以体会到一点 这个问题意识 它是应该 只要你真正有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自己说一下我的几分 就是在我第一稿的时候 我确实没有这样去想 但是后来我知道我自己这个 因为 因为我知道自己那个不是 一点都编都沾不上 所以我觉得太丢人了 后来我就 就自己在这里 憋憋憋了很久 终于去发现了这一点 就想把这一点列出 作为我的要论述的一个东西 就是贪塌的核心内感 以及要证明它 不是真正的乐 而是就是证明它会带来 真正的苦 作为一个 自己的一个论点 来写这个论文 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转变 也就是说我一开始 我是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的 我只是会完成论文 而完成论文 当后面我自己 有了这个问题意识的时候 那么我写起来也很带劲 因为也就一直都要着这个来写 那后面呢 就是学到相关的部分 我再给大家一起分享 好 我们今天再接着讲下面的 下面的呢就是 也是这个表达 围绕着刚才有了这个论点了 那要怎么样来表达出来 还是一种完美的表达 那还是我们前面说到的 四个关键词后三个部分 实际上就是 都是围绕着这个见地来表达 首先要有规范的格式 有里有据 那么这个规范的格式 有里有据 就包含在今天我们后面要学的 就是论证的结构模式 那今天要学的主要是高中的 用高中的这个范文 它是高中的一个老师讲的 写议论文的几种 这个写作的结构模式 那么这是我们可以 从比较简单的入手 因为我们后面的那些 如果是佛教方面的论文都太长 理解起来也很难理解 所以就是表达的话 也就是说规范的格式 有里有据 它都可以在这个结构模式里面 实现出来 那后面写出来 就是我们言词的表达 一篇好的论文的话 它肯定是 首先我就把这几个 关键词拎出来 它是清晰的 你表达清晰的 你要夺记清晰的 你的言词表达清晰的 可读性 那你是雅诗共赏 高贵典养 有力 有说的力 或者你很紧透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你的言词的 也就是说关键的点 就是你后面 不管你怎么表达吧 你都要围绕着你的这个论点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见解 你的这个见解 去表达 这个是最关键的 那具体后面 还有我们说的论证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引经论点 我们去解决经文 意识事件 名人格言 模型等等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 这个就是后面具体的 在可以慢慢的学 比如说经济 经济学类的论文的话 一般都会用数据模型 那佛教方面的论文的话 那肯定是永经文 永经论点 好我们今天要学到高中的这些 泛文的话 他们就用了很多历史 这个事件啊 或者是名人啊 名著啊 格言这些 那这些的话 他无非都是要去围绕着你自己 这个论点 来选用 来表达 来论词 也就是前面 比如说这个经文解说 为什么我们容易把 这个写成红法式的论文 就是你只是为了把那个论 经典翻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经典翻译一下 所以这个呢 他比较论 就是你没有围绕着自己的 我们之所以要引用这个经文 他最关键的点 是我们为了要借助他 来证明我们这个论点 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然后去解释他 如果你是这样在使用经文的话 那么你就不会写成一种文化式的问题 好 我今天我是怕时间不够 sorry 我说的可能有点强 不知道大家听的怎么样 好 下面的话就是 具体的来学一下 我们议论文的结构模式 议论文的结构模式的话 是 就是 我已经把那个材料都做到PPT 这个也是感谢范师傅 以及他那里的孩子 后面的这个部分是范师傅 做的 非常感恩你们大力的支持 我也一定 感恩以前这个 现在登牧师傅 以及 读书上学习惯 以及我们 摩羯居士 都是从 当然还有我们的会长 从你们那里得到了很多的这个资料 智慧的源泉 以及引发我的灵感 我的体会 还有些内容给大家分享 好 下面的话我们来学一下这个 这篇是一个 应该是这个老师的 从清发这个老师写的 论文结构模式 大家是这样看起来清晰呢 还是看这个文档清晰 你看这个是他的文档 文档呢 我想一开始可以看一下 这篇文章呢 它主要讲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 它很简单的就是 直接说了一下 我们当要论证的时候 一个基本的结构层次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 提了一下论文的这种 有哪几种结构模式 最重要的呢 就是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对这几种结构模式 做具体的一个讲解 以及用叶文 用梵文 都每一个都有一篇梵文 所以我今天主要就是 学第三部分 这里呢 我就先简单提示一下 那我们在作为论证 它的几种方式 我们现在也就是在学格式了 学论文格式 它有总分式 定义式 一比式 对比式 好 那么最基本的结构模式呢 就是可以说总论 本论 就是总分 它后面这里也提出来 就是总分式 就是你先总括的说 然后分的说 或者最后再总结 或者有个没有总结 比如说你先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这是总分式 然后是对比式 对比式的话 那么就是把两种思想 或者是你的观点 和另外的这个事物 或者是思想和观点做对比 有很多是用正反的 然后定义式 论序之间的关系 是层层深入 不复推进的 定义式的话 那么你几个证据 或者你的论点 小论点 都是定义排列的 好 这样讲的太抽象了 我们后来 后面还是具体的看例子吧 这样大家可能就容易明显一些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三个写过的 这个具体的结构模式 大家可以说一下 你们愿意看这个文档呢 还是看PPT好 PPT也都列出来了 看文档 好的 好 你们先来 总分式的话 那么就是提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 提论点 然后加以分析论证 之后得出结论 这种结构形式呢 就是按照基础问题 分析问题 比如说原因危害 然后解决问题的顺序 来开展论识 这里说了一个例子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说 那么他首先说 学会动脑筋 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么他首先提出 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论证分析 搞好学习 工作研究 都需要多动脑筋 所以最后呢 得出这个 结论 解决问题 要养成多动脑筋的习惯 这就是一个三段式 我们说的三段式的这个 好 这里呢 是下一篇 是一篇立文 下面请大家踊跃拿麦 打999 好 谢谢范师傅 感恩您的大理的支持 好 那下面请上麦 来跟我们党族对签 清清生活的答案 话题答案是夫妇多彩的 当你失忆时 你是否会抱费 命运的不公吗 当你遇到挫折时 你是否会感慨 人生之艰难 停 停 停之不前吗 朋友 你必这样 换一个角度 对待生活 你会发现 生活也是如此 多彩 生活有如七月之光 既有鲜活的 又有五中的蓝 只要你赶然面对 他们一样 点缀着你精彩的人生 朋友 你不妨听一听 生活给我们的答案 当你才 昏时分 去湖边走一走 你会发现 垂吊者满面笑容 背着吊杆 手提 胶空的水桶 也许你会惊讶 他们的笑容 为何如此灿烂 请你不要惊讶 他们会告诉你 他们是在享受生活 垂吊者之音不在于 而在于 在这里他们忘记了 世子的一切纷扰 在这里他们回归此然 如自我 朋友 当你看着西阳西下 一红的晚霞 照耀着金色的湖水中时 当你望着垂吊者 那远去的背影时 你是否还会抱怨 生活的不公呢 生活是美好的 你要学会发现 这是垂吊者 给我们的生活答案 当你在清晨时分 走出户外 不吸纳 不带任何杂志的空气 你是否会感觉 新的一天 是如此美好的 远处 一位环卫女工 在扫地 你是否会 比喻她呢 不 请你比喻 她是在奉献生活 当你看到 这些大道时 她会听一笑 她时也感受到了 生活对她的回报 要试着将你自己 从小小空间 挣脱出来 用自己的心 去感知 每一处细小的伟大 你会发现 当你为生活付出了 你会喜悦无比 这种喜悦 是世界上任何东西 都无法比拟的 生活是美好的 你要学会奉献 这是为女工 给我们的生活答案 朋友 生活的答案 是如此丰富多彩 不要再去抱怨 不要再迷惘 只要你用心去感知 只要你用另一种态度 对待生活 平浪阴霾 同样是一种 甘酸 甘苦酸甜 同样是一种滋味 请你记住 生活犹如 法盐 与烛 风发出 七色的火光 生活的答案 是如此丰富多彩 希望你能在生活中 撑起自己的一片天 是否 怎么样 二弟的事 好的 谢谢 我们先停一下 就是 前面它就是 提出问题 大家能领会到吧 就是 可以去体会一下 它是提出了这么一个论点 就是生活的答案 是多样的 然后呢 就围绕着这个 列出了几个证据 然后最后再总结一下 生活是美好的 我看看 它这个 环卫工人 一个例子 那么生活的答案 是丰富多彩的 那么希望我们 就是希望你能够在 最后来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的总分式 总分种 好 下面的这一种 就是定例式 定例式的话 是 一般 它的中心 它也会有中心论点 所以这里的话 就是在讲 我们首先 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见解 也就是这里说的论点 那么论点 它都是围绕着你这个论点 你一开始提出来 好 那么定例式的时候 它就又分中心的论点 以及分论点 因为它提出很多论点 那中心的论点呢 一般是放在第一段 你就要提出来 这个呢 因为它高中 它写得非常的继续了 在第二段 以及控制在多少字 也都写出来了 那么我们自己写论文的时候 没有必要 就是这么 它可能就是 作为中学的时候 它会规定的比较具体 让这个同学更好地把握 好 然后如果说 你看中心的论点 可以 也可以单独放一块 分论点呢 可以看得开头 语言要听 好 一天论文 至少要有两个分论点 提出来了 然后分论点的节奏呢 最好可以用这个排笔记 具体的例子 具体的这个表达 你看就说的很具体了 所以这个高中里面学校 学 确实教得很具体 那么大家按照这个 首先 我们就按照正论去做 先不要求别的 我们按照正论去做出来 慢慢多写 就最后就可以形成自己的风格 好 分论的话 这里也提出来 要紧扣话题 也就是说你的主论点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见解 你的关键字眼 就是说你的那个论点 你不能散啊 论 所以就先要说 写的那句话 你所有的表达 你的结构也好 你的论证 论据也好 以及你的 不管你是用什么吧 你都要围绕着你的那个论点 紧扣话题 这就是我们就是论证的一个特点 论文的关键提出 好 这里的话是一个简单的 也是用词来说的一个例句 就是简单的敬意 他就说也同样是提出 首先提出问题 提出我的观点 要养成多次的习惯 这是他的总顺 下面呢 有三个分问点 第一个就是 因为多次才能把知识徐活 多次才能有所发明创造 多次脑子才越用越灵 大家这个也很好懂吧 就是说他写他这个论点 是一个总论点 我们要为了证明 为什么要去养成这个多次的习惯呢 下面就有三个方面来论证他 他有必要 所以我们之后要养成多次的习惯 这就是一个模式吧 好 下面这个论文 好 请哪一位 还是请刚才的范氏 应兴同修 好的 请 有请我们 应兴同修 好久不见了 高尚不需要理由 穿越历史的星空 常常到许多精神之举 有点意外 然后沉思 才感到意外的背后 是恨古不定的真理 高尚不需要理由 唯有高尚的心灵 才能做出出人意料的选择 这才符合情理 这不是偶然 这是一种必然 现在胡许 行色生生传意道 宫中传出可怕的消息 皇上要选公女 去与胡人和亲 其他的宫女 惊恐万分 唯有王昭君 不光不忙 几天后 高尚书宣布了 选中宫女的名单 王昭君 没有悲伤 没有无奈 有的只是一种坚毅 于是 他欣然更成 一路上 打开了 超级悠扬的 提到声 许多人都感到意外 谁愿意 离开汉朝 那个月亮和星际 都万分 温热的地方 然而 头上不需要理由 王昭君 心中有一幅图景 大树下 百姓们 欢征教育 安静乐业 他的高尚品质 决定了 他出乎意料的选择 这无需惊讶 百年足迹 演绎生命精彩 华章 新疆北部的土地上 行走着林克徐 和他的下属 隔职后面的他 等了一年 其间几次重镜 最后等到的 却是一只流放新疆的照顾 他强忍大起大落的悲痛 抵达伊犁后 一离之后 啃腾盆田 兴修水利 在百姓心中竖起了又一座不朽的封碑 感到意外的人说 林泽许一样 你是何苦呢 遭遇如此待遇 一心 一心系的 还是百姓 然而高尚不需要理由 苟立国家生死已 其因祸福 祸福 其因祸福 必屈之 这句话早已注定你的生命即使流放也依然演绎着精彩 惊人一跪绝不像忘却的诱惑屈服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七日波兰华沙细雨蒙蒙曾被化为犹太人区的地方走来一群陌生人 他们在纪念碑前停下 继而是长久的助力 其中一位突然跪下 他就是联邦德国总理伯兰特 这一跪超越了外交礼节 打开了德国和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 不必吃惊 有支持之心的人才会有这惊人一跪 有正式历史的人才会懂得承担并具高尚品质 才会有这惊人一跪 高尚不需要理由 谈到这些人的事迹 也许你会吃惊意外 然而沉思过后就会明白高尚不需要理由 唯有敢做出意外之举的人 才能永远留在战战兴史之中 也就永远孕育 有行李之中 而这才是我们人文历史中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地方 好的 谢谢 太棒了 是 欢迎今后多来光顾 多来支持 都读得挺好 读得很好 大家都读得非常的好 好棒 这里的话也稍微讲一下 它这个是三个论据 你看高尚 这里是这个老师的说明 已经有批注了 那么它一开头就照应这个题目 高尚不需要理由 就提出了这个 它的中心的一个论点 高尚不需要理由 然后呢 以三个小标题 它定立了三个论据 没有分论点 也就是说它都是在论述高尚不需要理由这个论点 但是呢它用了三个不同的论据来扣 承扣这个论点 分析达到这个扣起点词的目的 有充分的论据 而且呢 这个时候这个老师的也就是说 当我们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主论点 但是我们比较难以形成分论点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接见这样 我们就把论据 定列出来几个论据 都是论同一个论点 这样的方法 可以采取这样的论分方法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 有些什么感受 我就是听你 当时我读了之后呢 我感觉这些高考的同学们 他们的知识面很广 阅读很广 他们都是把这些历史事件啊 名人这些话语啊 后面还有一篇 真的他们都很棒 所以就是 我自己因为离这个太远了 后来一股 哦我才知道 是啊 现在就是 它这个也是一种议论 也是一种论文 只是呢 就是说跟我们现在熟悉的呢 它不一样 就是好像看起来这些 都是生活当中的 一些道理哈 但是他们一样的可以 就是写成一种议论 议论文 而且呢 这个议论文 它是跟我们生活 也其实相关的 那他们的论据呢 都是找的这些 名著啊 名人啊 历史啊 事件啊 大家广为人知的 所以是采取这样的一些方法 好下面再有一个是 这是满分题啊 高考 你们广东高考满分题 去年好 下面有谁来拿卖吗 永远 打9999啊 永远有人打9 好 小鸡同学好 谢谢 哦 你们俩怎么 好的 因为小鸡刚才 小鸡同学刚才 揽住了一场 那好 我们就 每个人争取都有机会 那请 请师傅上麦 谢谢 谢谢 小鸡同学的签了 啊 啊 曾师傅 听不到您的 没有声音 那对不起了 看来你那边可能 那还是请 小鸡同学上麦吧 你那边没有声音 我们都听不到 好 我先放麦 不约时间 好 请小鸡同学上麦 谢谢 谢谢 好 老师好 我来上麦 纪验 历史的点点滴滴 如洒落在 弱大沙汤上的 沙石贝壳 我们悄悄地走过 贪婪地看着这些 金银珍贵的财富 时而拾起一两颗 打动心灵的贝壳 怀着一份爱的心情 感恩的心情 好好收藏 以作纪验 沙汤上有颗宝金 苍山的贝壳 那是犹太人民族的故事 而二仗被迫 被被迫的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的时候 犹太人们仍抱着 复心的希望 他们从不放弃 从不妥协 他们坚守信念 传递勇气 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念 来自于枯墙 那度宝金历史 苍山的枯墙 记录着民族的苦难与过去 光荣与梦想 每一个犹太人都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 来到枯墙下 祭宴自己的前人 正是这位祭宴的心情 让这个民族 保存着自信的接忍 让他们再一次在地平线上 高高站立 沙拉娜有一颗闪亮的贝壳 那是居利夫人对民族的悔念 居利夫人一生清静 在年少数学之时 已离开祖国 在科学领域里 自知不倦追求多年之后 她终于在清宿中 提炼是波这种放射性元素 她知道这元素将带给她所不尽的荣誉 而她 亚恩的科学家 立即想到以波来名字元素 以记验她的祖国不难 或许这是这份时刻惦念着祖国的心情 让居利夫人一直不切努力的 之后她又提炼出雷 并成为少数两次获得 弱贝尔想的女性 砂糖上有一颗感恩的贝壳 那是作家三毛心中的那颗草 三毛在异地求学时 曾经失落无助 就在这时 有一名陌生的同学 送给她一颗不起言的小草 并鼓励她振作起来 她的心十分感动 她在 有人送我一颗草中写道 草会枯萎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 见这位不知去向的同学 我只有把这份 针住人的心 这份感恩的心 全地开去 当中更多的人 三毛用她真切行动做到了 她用细腻的文字 和真挚的感情 感动和滋润者 读这门的心灵 这便是她的记验方式 有人从黄河的各水段中 采集不同的样本 来记验 创造灿烂滑象 文化的仙人 有人积举在外 人随身带着泥土 记验自己的祖国 而我们 在续月纷纷的清明时节 总会带着思念 去记验 为我们幸福 献出生命的烈士们 怀着一份感恩 怀着一份纪念 我在汤上 拾取几颗贝壳 藏在身 记验历史 心中已准备好 创造会来 好 请老师收卖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小鸡同修的 精彩的朗读 让我们是一种享受 我们今天几位朗读的都特别棒 一种 很好的享受 感恩大家的支持 今天后面应该还有一点 不过时间关系也读不完了 我们就留在周四的时候 接着在后面的 应该还有两篇吧 刚才是讲到了两种方式 我们在欣赏 这些梵文 又没有梵文的同时 大家别忘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呀 我们今天从他们这些梵文当中 我们写到了什么呢 有没有同学可以打出来 我们最后 那我们要同学学他们的 怎么样去论证的 他写作这个 应论文的这个结构方式 刚才的话是病例词 病例词有两篇论文 现在它是论据论病例 第二篇纪念这篇 它是论点的一个病例 我们如果就是还可以 大家在下面再去 论一下 好我们周四的时候呢 接着来看这个 第一次是怎么样的 毕竟是 就是这些 层层观 它的观点 以及它的论证 都是明成毕竟 推进生日的 这里也要 就顺便再讲一下 来论证观念的几个形式 是 俗层推进 逐步深入的关系 那么解决问题 身体问题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 为什么 怎么做的这个架构 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模式吧 总之它是一步一步的深入的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 一般写学术文的话 可能是一种 寂静式的会比较多一些 好 今天时间也到了 我就不耽搁大家的时间了 非常感恩大家的 对我的天悲乐 接受包容 陪伴 感恩有你们 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经过而知之 愿我们 继续努力 天天赴 好 谢谢大家 咱们 我来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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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